小痛的时候啊 连尊都不能尊 站起来走路也慢慢一步一步 是很辛苦的一寸步难移啊 那个时候我心想是绝望了 要做做轮椅了 我的名字叫李平光 来自柔布寺奶 今年81岁 我是彭阿满 今年76岁 我住在游户感觉不赖 因为我的脚一直痛 两个乞丐一直发炎肿痛 痛到不能跑路 几乎要做轮椅了 那个时候扶着拐杖也是不大会跑 处处痛一边 痛到一边了 那边也太用力了 我也跟着痛 你变成两边都痛 而且不能弯 它很硬 硬帮帮不能弯 上楼梯都要这样慢慢慢慢一直搅一直搅 上到肌伏要上不得了 它一发炎起来一天到晚都痛 痛到一直抽到你睡觉都不会 反过来也不可以动到它 动到它很不可以哦 差不多就要不会走 还勉强走啦 痛也走 走到就影响到这边也痛 因为这边跟这边是关系的嘛 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啦 看西医 看西医 瑞固城也打过了 两个动手术 要开刀 从这边割到这边 35圈 我就坚持不要 看中医也是很糟糕 真就一个礼拜去一次 真的没有感觉到好啊 中医药都吃喝药水也喝啊 中医也是看了四五个月 一点效果都没有嘛 就后来就喝浩阳 就到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跑了六七十八千啦 八十八千都可以讲啦 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候 就自然没有痛掉 已经四五年的时间 都没有看过一次医生 这个乞丐问题 完全没有看过医生 这样我已经很高兴了嘛 不必动手术了吧 我太太 她在找Facebook里面找到 等下饭饭来看 看到哦 有一个福庸阿姨 她说我吃到好咬很好哦 现在我一起脚车了咯 然后我就接上我先生 叫我先生试试看咯 你的脚痛 我先生就上网去买来 来试试看咯 吃到是很好 咬我一起喝二 我跟你讲 我跌弹腰固嘛 那个腰固也是痛嘛 少量喝咯 早晚一包咯 上楼梯咯 不小心咯 踩错个啊 第二个我踩到第三个咯 一不小心这样溜下来 整个人躺下去 躺下去 就跌到咯 不可以了 就进那个公主医院了咯 我回来咯 每天吃浩阳咯 吃吃了 然后就好了咯 差不多 整两三个礼拜 这样慢慢慢慢 她一直好了 我就一直继续喝咯 继续喝咯 以前我整天伤风课受的咯 一个月干两三次医生了 自从我吃浩阳了 我吃四五年了咯 没有伤风课受了 我就觉得浩阳很好 所以到现在你们这些腰固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肿 没有什么 一肯一肿它发炎就肿 肿到这边圆圆啊 好像这样圆啊 我放这 等到发亮发亮啊 以前啊 以前从跑路都难 不要说去户外做其他的 现在我户外 除草种花种菜 什么都没问题吧 每一早晨公园做运动 跑步跑八圈 是一个半小时 然后又跟着他们跳广场 五半个小时 我每天要用 应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做运动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现在我可以走路 又不必坐轮椅 人啊 吃到这么老啊 健康排第一 有钱没有钱不要紧 我们获得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就好了 健康是买不到的 健康是比金钱重要 没有健康有钱没有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是健健康康这样活下去 把健康带回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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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